禁老金到底有没有真的禁老呢 来看台中市政府发放这个重阳禁老金 编列每个人这个发放补助金呢 是否希望说各个区里长是不是可以逐一去发放 但是呢部分里长哦 却似乎没有把胡志强的话放在心上 还是要求老人家必须到活动中心去领 这让行动不便的老人觉得禁老诚意大打折扣 那么今天呢有老人家干脆把这个禁老金哦 捐给蔡英文竞选办公室 他们拼凑成廷小英的字样立体蔡英文 前军八十岁的老人家人人竖起大拇指按赞 手上还举着用久久重阳节台中市府发放的禁老金礼券 拼凑成廷小英的看板 希望借由实际行动将蔡英文送进总统府 要把他们这个禁老金的部分捐出来给蔡英文主席 希望蔡英文主席可以当选总统 那他们觉得他们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示 就是支持蔡主席 就是要立体蔡英文2012总统大选 老人家们一拿到禁老礼券 全都捐赠出来 作为小英竞选经费 不过要拿到禁老礼券可得费一番功夫 尽管台中市府表示 希望各区里长可以把禁老金 亲自送到老人家手上 却出现封原区部分里长贴着请到活动中心领取禁老金的公文 让老人家就算行动不方便也得亲自领取 尽管市府希望金老金都可以逐一送到老人家手上 博取还是有部分里长似乎不予理会 得让老人家处着拐杖亲自领取外 还得限制领取的时间 除了增加老人家的困扰 也让禁老的美意大打折扣 三星游燕子林博彦 台中报道